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这样子的朋友 就是平常人都好好的脾气还不错 但是只要一开车上路 如果等红绿灯等太久 或是遇到路人不小心没有看马路 他就突然脾气暴怒 甚至还出现激烈的攻击行为 其实现在在国外的医学上 这个东西叫做怒怒症 它是一种心理疾病 医生说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 恐怕比酒驾还可怕 越来越多的开车族 一上路脾气就变暴躁 容易喊人发生口角 就连等个红绿灯都受不了 这红绿灯怎么那么久啊 等个红灯一等就快一分钟 驾驶族没办法忍耐用超车来发泄压力 这其实是一种怒怒症的心理疾病在作祟 开车族会怎样 明明堵车还在巴 延续有好几红绿灯的话 那你又不清楚要等多久的话 当然就会觉得比较不耐烦 陆怒族在台湾很少被注意 不过在国外这归类为多发性的心理疾病 患者平常个性温和 遇到特殊状况会突然变得暴怒 严重罹患焦虑症 比较容易会被诱发 容易会有我们讲易怒 比较容易生气 有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 就整体生活上 会不会是可能跟压力下 容易比较有一种 所谓的焦虑易怒的情绪的反应 仪式建议陆怒族可以靠听音乐 听广播还有咀嚼口香糖 转移注意力 其实现在考驾照 只看生理件不健康 心理的毛病容易被忽视 就怕陆怒族在马路上 变得比酒驾还要危险 哇 真的开牛车哦 周天新闻唐一辰张一华 台北报道